他是中国海归发展的推动者 全球化智库的创办者 致力于让海归人才成为中国全球化新进程中的治理担当 他就是智库学者王辉耀 王辉耀至今仍清楚地记得 那是1977年10月12日 他当时还在四川金塘县龙王公社插队 这天晚上他刚从地底收工回来 就从公社的广播里听到 中国正式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令他欣喜若狂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我坐了一个破茅屋里边 夏天是外面下大雨里边下小雨 就是这种 冬天冷的就是喝这个辣椒水取暖 当时的口号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这个不符合全世界发展的规律 当时我就相信这个情况是可能不能持久的 我们有资格可以考试了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的兴奋 王辉耀考上了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 英美语言文学专业 从知青成为一名大学生 从闭塞的四川农村 来到对外开放的前沿 广东 用他的话形容 这是人生突围的开始 大学毕业后 王辉耀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 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 成为国内最早一批 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 但就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知识的欠缺 1984年 王辉耀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精管学院 和西安大略大学 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和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成为第一批到加拿大 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在我们那个学院里面 唯一一个中国人 甚至有同学说我能摸你一下吗 说我摸你了 你是我摸了一个公社中国人什么的 但对于王辉耀来说 更大的冲击 来自课堂上的思想训练 就是在这个课堂 你只要能够论证你的观点 你言之成理 言之有理就可以 不是没有绝对的真理 没有统一的思想 两年的课 我差不多一年加一个 夏天就学完了 成了这个我们当时学 全年纪最快毕业的 经过激烈的竞争 1988年 王辉耀进入全球最大的 工程管理咨询公司 蓝万林公司 后来成为该公司第一位 华人高级主管 1990年 王辉耀参与全球招聘 担任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区 首席经济代表 是最早进入海外主流社会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之一 一路打拼 王辉耀成为加拿大华人圈的传奇 1993年 一轮出国热大潮在中国掀起 已在海外跨国公司 做到副总裁的王辉耀 却选择回到快速变革的中国创业 新火创办了三家公司 成为当时的海归商业风云人物 邓小平去南巡在深圳 就对刘学生讲 说这个要想中贡献 做贡献还是回来好 就我想起了就是我在 77年在大喇叭里边听到 这个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号召的时候 我能够参加高考 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么现在邓小平又说 这个刘学生要想中贡献还是回来好 那我觉得可能机会还是在国内 知天下知智者在人才 智库研究机构的发展水平 代表着国家的成熟程度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的智库建设一直比较薄弱 2008年 王辉耀和夫人苗绿博士 联合创办了全球化智库 并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 作为智库研究方向 尤其注重国际人才研究 和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十年耕耘 全球化智库在政策 社会 媒体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进入中国顶级智库的潜力 三十年来 王辉耀做的任何工作 都和国际化有关 从留学到创业 他的人生便与国际化融合在了一起 国际商务 国际社团 国际化智库 国际化一直是他人生中 不可或缺的主旋律 是他从未改变的人生使命 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言献策 同时也为世界建言献策 我觉得这个是世界纪的一个未来的使命 至少